Hello 大家好 今天呢 我要来教大家做一个 父亲节卡 材料呢 我们有一张 A15的画纸 然后是 一张比较软的 这个是 A4的包装纸 还有一张是 比较硬的 卡纸 比较硬的这张是 好首先呢我们在 卡纸上面 你可以随你自己的喜欢 踩一部分 我觉得这个尺寸 比较好所以就这样画 然后踩掉它 踩了之后呢 你会看见有这两条线 等一下我们会剪的 这些剪出来 这些剪出来 然后这些剪 完成之后呢大概就会 变成这样了 对 这样 然后呢 这两条线 刚才两条线呢要剪出来 然后把它对叠 对叠以后我们用一个 圆角器 把四个角的边边 画圆 变圆 你会看见这里都是圆的 好 准备好纸卡之后呢把它放在一旁 我们要用 我们要用 A5的画纸 把爸爸的样子画出来 所以我们要准备颜色笔 打开颜色笔 好 好我选我最喜欢的 红色吧 红色我很快速的把爸爸的样子画画一下 我喜欢看爸爸的笑脸 不要忘记爸爸的耳朵 不要忘记爸爸的耳朵 还有爸爸的头发 好 用什么颜色都可以 就让孩子们自己画回自己的创意 好 我很快速的画完之后呢 把它剪出来 其实我们可以画爸爸的身体 爸爸的 所有的东西或者是 啊我们也可以画 妈妈 然后姐姐妹妹 三个人一起 就可以 像这样 可以 对 走吧 我 我 到 很简单的把它先画出来 然后呢剪出来 好了剪好之后呢 我们把它贴在卡的这个位置 大概是这个位置 好 贴好之后呢 请把你们的名字写上 比如说妈妈姐姐妹妹这样 下面的位置呢 我们可以 如意时间的关系呢 我已经做好一大堆文字 你可以随你自己喜欢 我觉得我会写爸爸 我爱你 父亲节快乐 然后写英语的 你可以写英语 也可以像我这样 打印出来 然后把它剪出来 然后贴 贴在上面 对 你可以这样贴在上面 贴完了 写完名字 我们准备一些 如果家里有的话 可以准备一些爱心的贴纸 可以把它贴在卡的旁边 像这样 最好是越多越丰富越好 然后呢 记住 好 把卡 做好了 然后呢 记住把它叠起来 这两边的用途是什么呢 是把它 滴下来 对 这个像是爸爸的衬衣 然后爸爸的衣服呢 少了一个领带 我们用呢 一些颜色笔 画一个领带给爸爸 上面可以画你自己喜欢的花纹 爸爸喜欢的花纹 圆圈 纸条 都可以 然后记住 要把卡做得漂亮一点 OK 做好之后呢 还记得我们的包装纸吗 把包装纸呢 对点 对点之后呢 把做好的卡呢 放在里面 我们可以用一些特色的胶带 好 把它封住 把三边封住 好 反转 把这些边呢 收一下 好 完成了吗 还没有 最重要的是血 去爸爸 然后 然后 写你自己的名字 在这里 OK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写 好 祝你宝恩 画一个大爱情给爸爸 会 送我的时候呢 跟爸爸说 我爱你 父亲姐 快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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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